那第三个的偶一大师告诉我们要信佛徒 这个佛徒是指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 实实在在有阿弥陀佛 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度众生 那偶一大师为什么要把这个第三页列给我们看 起初来为我们大家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一些菩萨还有一些阿罗汉 他们都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不要说我们反复 不要说我们反复 有一些菩萨有一些阿罗汉 他们都不相信有西方解的世界 他们都相信有阿弥陀佛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极树极孤独猿 没有人来邀请他 因为一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一个条件一定要有人邀请 佛才会讲经说法的 但是唯独这一部阿弥陀经 佛没有人邀请 诶五问之说 佛主动就出出来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 只要佛才能够知道 所以在这一部经 我们一定要知道 阿罗汉有分为两种 一个是小臣阿罗汉 一个是大臣阿罗汉 小臣阿罗汉 他只认释迦牟尼佛 他只认释迦牟尼佛 他不认死方诸佛国土 他没有 他不认识的 他不认识的 大臣阿罗汉就不一样 大臣阿罗汉是大臣菩萨来的 除了释迦牟尼佛 这个死方诸佛国土 有一切诸佛路来 他区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一些阿罗汉 都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里面 告诉舍利佛 什么告诉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所以阿弥陀佛 佛为我们说明 就是在这个阿弥陀经当中 释迦牟尼佛一开始 就告诉舍利佛 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注意听 有世界名曰极乐 下面又告诉我们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经 现在说法 你看 释迦牟尼佛一般讲经 从来不会讲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在这一部迷陀经里面 为我们讲出两个字 什么两个字呢 就是有这两个字 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重要嘛 所以佛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下面 佛为我们说明三件 是很重要的 特别对于末法众生 法若谋强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有世界名曰极乐 告诉你 真的实实在在的 有极乐世界 你要相信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而所讲的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会出来证明 来给我们证明 来给释迦牟尼佛证明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医报庄严 医报就讲环境 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最庄严的是什么呢 寿命无量 每一件事都是心想事成 跟我们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我们今天环境 为什么很多事情做不了 因为寿命有限 而且每一件事不能称心如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西方极乐世界 跟娑婆世界的区别 所以佛非常的肯定 告诉我们有一个世界 叫做什么 叫做极乐 你们听到这段经文 可能你们感觉很一般 但是你有没有去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去留意一下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里面 为我们说明这个 就是要你注意 我们看下面的 佛讲这个有 是非常的肯定 让我们四好怀疑都没有 这个佛在讲这个有 这个字的时候 肯定 非常的肯定 告诉我们 告诉瑟利佛 你一定要相信 确实真的实实在在的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一个世界 叫做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当中 有一尊阿弥陀佛 你要非常的相信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在到这个地方 还留在这个世界 大家你没有想一想 今天如果你真相信 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你早就去了 你还在留在这边 受不受难 为什么你还在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了解 所以以前 偶一大师 这个印光大师在的时候 很多人念佛的人 念了几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他念佛不能得力 印光大师告诉他们 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没有把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跟说佛世界之苦搞清楚 如果搞清楚 你早就去了 你还在到这边 说谷说难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修大德 我们每个人能够读到这段经文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这句话 一万当中找不到一两个 你会感觉 哎呀 这个环境不错 对啊 很不错 真正的大灾难还没来 大灾难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 这个事件真的很苦的 所以在这个一段经文 偶一大师最主要的 是劝导我们什么 劝导我们要赶快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你有方向 你有目标 你要赶快到西方净土 去享福 在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乐 我们这个世间有乐 但是乐中有苦 西方极乐世界乐中有乐 而乐中没有苦了 它真的圆满了 所以尊敬的 所以同修大德 我们能不能听懂这句话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